香港科学馆和研制局的邀请 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一些关于糖尿病的知识 我叫马清雲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 内科和药物治疗学系 我本身是一个糖尿科医生 我想和大家分享 一些关于糖尿病的知识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糖尿病 和我们在糖尿病方面 过去20年一些研究做了的工作 我想问大家在座 有没有听过糖尿病这个病的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 很多都有听过 我讲多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糖尿病 我一会儿讲的内容 首先就会讲一讲 什么是糖尿病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糖尿病 糖尿病其实有什么问题 血糖高其实对我们身体 其实有什么影响 我们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发生的 原来糖尿病是可以一代影响下一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科学家又会怎样去尝试去拆解这个问题呢 然后最后我会讲多一点 关于糖尿病一些病发症的预防和治疗 还有我们做研究的 我们怎样可以对付这么严重的一个疾病 我们怎样可以动脑筋去想一些方法去拆解糖尿病 糖尿病是什么来的呢 糖尿病是一个我们叫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就不像一个感染 突然感染到就发烧 一个短暂性的疾病是一个比较长期 有了之后通常是可能一直都是需要治疗的一些慢性疾病 也都我们叫它做一个代謝疾病 什么叫代謝疾病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謝是出了问题 导致到一些器官的功能是可以受到影响 我稍后会讲多一点点的 但是糖尿病最重要最重要呢 它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的病人血糖是会升高 血糖其实是身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的 因为我们其实平时 好像刚刚刚吃完午餐了 我们吃了午餐吃了东西 我们身体要吸收那些热量 其实是会慢慢令到血糖增加的 我们身体里面吸收了这些营养 其实是要透过身体不同的新陈代謝 包括在胰壮 胰壮就是在我们肚下的这个很重要的器官 胰壮是会分泌一种荷尔蒙 荷尔蒙在血里面这种叫做胰岛素 这个在胰壮分泌的荷尔蒙 所以就叫做胰岛素 是身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是控制我们身体的血糖 如果没有了胰岛素 我们是不可以运用到我们吸收了的营养 我们吃了的东西是不可以好好地 给我们一些能量和帮助我们身体的功能 其实糖尿病就是当这个新陈代謝的问题出了的时候 导致我们身体要么分泌不了一些胰岛素 胰壮是没有了功能 分泌不了胰岛素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饭后的血糖 或者是因为不同的理由 我们对身体的胰岛素的功能是没有了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 血糖就会不受控制了 糖尿病其实是有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们其实如果追索一些最旧的古文 其实在公元前1500年 已经有人形容一些小便多血糖 他们当时不知道是血糖高 形容一些人会小便多体重下降的一个长期病患 也都在中国医学中医里面也有消化病 所以其实糖尿病我们知道是有了一个很久的疾病 刚才我说我们吃东西进食之后 其实我们的食物经过我们的腸道吸收的时候 其实就会刺激到胰壮会分泌胰岛素 蓝色的就是荷尔蒙胰岛素 你见到胰岛素当我们吸收了食物 它化解了的糖分 这个黄色的糖分的时候 胰岛素就会帮我们将这些糖分吸收去体内 就可以帮我们制造能量 帮我们各个器官提供功能 所以胰岛素是一个很重要的荷尔蒙 如果我们要好好运用我们吃了的能量 我们就需要胰岛素了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糖尿病呢 其实若果胰狀开始出了问题 或者是血糖是过高的 其实长时间血糖高就会令到病人会有不同的病征 这些病征包括是小便会多 因为如果糖分高我们是需要整天去小便 因为排了一些糖之外 也会有水分随着糖分排出去 所以病人会小便多 也因为透过小便那里失去糖分 失去卡路里 其实体重会下降 病人很多时候会经常觉得口干 经常想喝水 这些都是一些糖尿病的病征 另外病人可能会觉得经常很累 和经常很肚饿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些病征很多时候都是血糖开始高到某一个水平 才会有这些病征 开始的时候很多时候病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定时检查糖尿病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的检查 因为早期糖尿病是没有病征的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糖尿病呢 因为其实糖尿病的人数全球一直不断上升 这个是2013年一个国际性糖尿的机构 国际糖尿联盟 他当时估计2013年的时候 全球大约有3亿8千万的糖尿病患者 他们也预测可能在接着那二十多年 这个数字是增加到5亿9千万的 但是这些预测往往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觉每一次预测的人数都错 因为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 已经是远高于预测几年后的患者 其实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 是国际卫生组织 推算全球是有超过4亿2千万的糖尿病患者 亦都的人数是每年每年增加 这个我稍后会讲讲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是有糖尿病 但是糖尿病我们总括来说是分三类的 有一些是比较年轻发病 尤其是小朋友已经开始有的 这个叫一型糖尿病 就是因为那个胰狀突然间的功能是受损 免疫系统是损害了那个胰狀 不过幸好这些一型糖尿病的患者 相对尤其是在香港是比较罕有 我们所有的糖尿患者里面 大约2%是属于一型糖尿患者 大部分我们面对的糖尿患者 都是属于我们叫二型糖尿病 我稍后会讲多一点点 为什么会发生二型糖尿病 但我们绝大部分糖尿的患者 是属于二型糖尿病 另外一会儿都会提及到另外一种 只是怀孕期发现的一个情况 就是怀孕期血糖高 这种我们叫做任肾糖尿病 这也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因为原来任肾糖尿病是可以影响下一代的 那么糖尿病最主要 不只是血糖高那么简单 因为糖尿病最主要 就是因为长时间血糖高 原来会损害到身体的血管 那么我们其实身体每一个器官 都有血管的 所以影响到血管可以令到 这些器官的功能失退 包括容易中风 容易心脏病 容易腎病等等 我稍后会再讲多一点点 那么刚才讲到 其实全球现在我们估计 有4亿多的人口是有糖尿病的 只是单单中国 已经有超过1亿1千万的糖尿患者 那就是差不多有4分1的糖尿患者 其实是在中国 那么全球我们估计 糖尿病带来的医疗负担 是超过4千7千多 4千7百多亿的美元 所以其实国际的经济论坛 都将糖尿病形成一个全球 对全球发展一个很重大的威胁 那么特别你看到亚洲 其实在过去20年 糖尿病发病的过案是一路上升 那么在印度 差不多每5个人是有1个有糖尿病 而在马来西亚最新的一些数字 显示也都是差不多25%的人口是有糖尿病 差不多每4个人是有1个有糖尿病 那么在中国我们估计 因为在过去30年 糖尿病的发病率由少于1% 上升到11% 所以现时推断在国内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 除了糖尿病的人数多之外 就算是血糖偏高 但是未达到糖尿病的人 原来也很多 原来全球 在国内有超过3亿8千万的前期糖尿病者 那么多的糖尿病者 就带来很多不同的医疗负担 所以我们对预防糖尿病和治疗糖尿病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尽量去帮他们去处理 尽量去控制糖尿病这个情况 这个疫情来的 特别多的在亚洲 我们看到有很多我们叫做早发性糖尿病 在亚洲我们传统认为糖尿病是一个年纪大 或者是所谓生活得太好了才会糖尿病 但其实在亚洲完全不是这回事 在亚洲我们有很多人是早发性 40岁以前我们有五分一的患者 是40岁前已经被诊断糖尿病 而且很多时候越是生活习惯不好 很多时候越是经济环境不好 糖尿病的风险其实是越高的 亦都在亚洲我们看到很多患者是有肾病 我稍后会多说一些 刚才说到糖尿病 其实血糖高其实又如何呢 血糖高其实是一个数字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呢 因为原来长时间血糖高 是会影响到身体各个器官里面的血管 包括大家最关注的可能是心脏里面的血管 如果心脏的血管闭塞好像这个情况 突然间可能会有心脏病发 甚至是死亡 如果是老的血管闭塞了 病人可能会中风 还有如果是脚的血管闭塞 可能脚子就慢慢开始没有血 可能最终要折肢 可能要斩了脚 因为脚可能会腐烂 原来其他器官里面也有很多血管 包括肾 包括眼睛 所以如果影响到这些器官 糖尿也可以影响到失明 和肾衰竭 最终病人可能需要洗肾 甚至是做肾移植 换回一个健康的肾 如果说香港 其实糖尿病各种病发症 就是正正带来很多很多的医疗负担 我们估计 在香港每年大约120万的人 去医管局求疹是关于糖尿病 而入院的人 其中40%是有糖尿病的 我们预计大约每年 在医管局里有50亿的医疗费用 是治疗糖尿病相关的病发症 所以糖尿病带来的祸害 是很重要和很严重的 大约我们知道 心脏病发的病人 大约有30%是有糖尿病 而且现在末期腎病 需要洗腎的个案的病人 大约有一半是来自糖尿病的 所以糖尿病是影响到很多不同的器官 而大部分糖尿病的患者 他们最终的病发症 很多时候都是心脏病 腎病 导致影响到寿命 所以糖尿病虽然听上去 好像是一个很简单 血糖高 很多时候病人觉得糖尿病 好像没什么杀伤力 但是糖尿病如果控制得不好 是可以有很严重的祸害 包括是可以指明的 如果我们看回 在我们中文大学 观察了大约7000多个糖尿病患者 在跟进他们之后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发觉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 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这个和外国一样 因为糖尿病患者 平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是高出2-4倍的 但是另外 原来糖尿病患者 癌症的风险都增加大约3成 所以我们也发觉 当我们越来越控制得好 膽固醇 降低心脏病风险 有越来越多的糖尿病患者 原来是死于癌症 刚才说了一点 关于糖尿病是什么 糖尿病有什么病发症 我们说一点 为什么会有糖尿病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患者 有糖尿病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 会有糖尿病 我们传统 其实刚才说过 身体的胰岛素分泌 是很重要的 如果因为不同的原因 是差了 那糖尿病的风险是增加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可以影响到 那个胰岛素分泌 尤其是一些基因 可能遗传了一些不同的基因 是可以影响到 这个胰岛素分泌 我们一直有做研究 去研究 亚洲人糖尿病的一些基因 发觉很多这些基因 都是跟胰岛素分泌有关的 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开始越来越肥 或者我们开始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其实就会慢慢开始影响到 糖尿病 胰岛素的功能 我们叫这个胰岛素抗阻性 就是说胰岛素 我们分泌了出来 但是胰岛素是没有了它的功效 有点像通胀那样 你一样是有那么多钱 但是东西贵 就是那个通胀的情况 你的钱是没有那么好用 同样胰岛素一样在 但是胰岛素是发挥不到它的功效 我们叫这个胰岛素抗阻性 有很多东西是影响胰岛素抗阻性 包括如果我们越来越肥 或者我们缺乏运动 或者我们中央肥胖 这些都影响胰岛素抗阻性 现在最新的研究显示 原来妈妈母胎的环境 都影响到将来胰岛素抗阻性 等等的功效 我稍后会讲多一点 所以我们越来越了解 不同的因素 除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 但是一些我们年轻时的生活习惯 原来都影响到我们将来糖尿的风险 其中一个最主要最主要影响 糖尿病的风险就是肥胖 当然我们现在才开始 看到越来越多 可能小朋友是肥胖 但是成年人肥胖的情况增加 其实是过去二三十年一直都看到 这个也是跟生活习惯很有相关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 越来越吃一些可能是比较不健康的 一些预先包装的食品 这些等等都是增加了肥胖 肥胖是跟糖尿病的关系是很直接的 这个也是反映 如果以中国为例 如果看回我们过去二十年左右 如果是以成年人肥胖的情况 是由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左右 而肥胖的情况也一直上升 所以大家看到肥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糖尿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有什么会增加到肥胖的风险呢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大家刚刚吃完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了喝茶 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平时喜欢吃的东西 一些香口的东西 一些比较油炸的东西 都是热量很高的食物 他们未必糖分很高 很多人有个不假以为 我不吃甜的东西 我糖尿病不应该会高风险 其实不只是吃甜的东西 吃一些热量高的食物 油炸的 高油的 这些都是容易增加到热量吸收 容易肥胖的 其实都是增加了糖尿风险的 另外大家可能很喜欢喝汽水 小朋友可能很喜欢喝汽水 但是你看看原来一罐可乐里面 是有这么多粒糖的 一瓶中尺寸的汽水 是有这么多粒糖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原来 喝一些加了糖分的饮料 或者果汁 其实含糖量很高 也都是很容易增加肥胖 尤其是小朋友 也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快餐 其实都是比较是热量高的 很多时候吃了之后 都是容易肥胖的 所以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包括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 比较一些精济 多碳水化合物的一些食品 加工的食品 一些比较多的饱和脂肪 还有比较少的纤维 最重要的小朋友要留意 就是这些含糖的饮料 包括果汁、汽水 其实都是会增加肥胖风险的 但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其他东西 都影响肥胖和糖尿风险的 大家可能想不到 我今天很忙 或者小朋友功课很多 但是原来 睡不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 所以也是间接影响到肥胖的 现在越来越多 我们环境里面有很多污染物 这些环境的污染物 其实都会影响到肥胖的风险 暂时刚才说了 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成因 我们现在可能会接触到一些风险 是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最新的研究 显示原来糖尿病 还会一代传一代的 你说糖尿一代传一代不奇怪 因为有基因 妈妈的基因 爸爸的基因影响下一代 但是原来我们知道 除了这一样之外 母胎环境也影响下一代 这个是几年前时代雜誌的一个封面 它的标题是 How the first nine months shape the rest of your life 意思是 如何是你头的九个月 就是在妈妈肚里面的九个月 影响你一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原来我们最新的医学研究显示 如果在母胎的环境里面 那个BB接受到的一些营养 飲食 外面的环境 其实妈妈是有很多不同的信息 给胎里面的小朋友 这些信息是会影响到 胎里面小朋友不同器官的发展 包括胰壮 肌肉 脂肪 肝 肾脂肪 心脏 腦部 所以如果是母胎的时候 接触到一些不好的因素 包括过多的饮食 包括过多的糖分等等 其实已经影响着 那个小朋友本身的器官的结构 也透过这样是会影响下一代的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研究显示 原来例如妈妈肥胖 妈妈本身有家族史 这个可能是直接透过不同的基因遗传 但是或者妈妈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包括多狼 卵巢多狼 综合症 这些都会增加了妈妈怀孕的时候 血糖不正常 或者我们叫做妊娠糖尿病的风险 妊娠糖尿病以前 大家觉得很罕有 很少说怀孕的时候 血糖不正常 但是其实以最新的指引 现在平均香港 大约每六个孕妇有一个 血糖不正常 妊娠糖尿病其实是很普遍的 如果妈妈怀孕的时候 血糖不正常 那他们其实是会增加到 BB成为巨B的风险 也都是透过影响 小朋友的不同器官的功能 其实小朋友将来 患上糖尿的风险也都增加 我们的研究显示过 如果我们跟进一些 妈妈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子女 她们其实去到七岁左右 她们的肥胖风险大约增加50% 去到11岁 这个风险也是维持的 即是妈妈如果有妊娠糖尿 其实她们的小朋友将来都是高风险 妈妈自己也是高风险 平均有妊娠糖尿的妈妈 她们怀孕后演变成糖尿的风险 大约是七倍 如果妈妈有妊娠糖尿病 如果血糖过高 她的子女都影响了的话 那当然子女 尤其是如果是女女 将来到她怀孕的时候 她这个风险也有机会影响下一代 所以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 其实妈妈母胎血糖过高 是可以一代影响下一代 我们叫这个 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 虽然糖尿病 我们传统不当是一个传染病 但其实糖尿病 也是可以一代影响下一代 那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 妈妈吃什么 妈妈血糖高 为什么会影响到个小朋友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但其中一样 我们现在做很多的 一个叫表观遗传学 就是现在我们了解到 原来DNA 是一个真是很高深的 一个很奥妙的一个 molecule 因为DNA 我们知道传统染色体 它一uncoil 一拉开了 其实DNA 是像大家看到图上 像一个coil 像一个弹弓 是可以拉开的 但其实DNA 本身还有很多结构性 上面的一些 modification 我们叫不同的一些 我们叫表观基因的变化 所以原来不只是说 遗传了基因本身的code 的一个变化 只是基因的列序 的一个变化 其实原来饮食 一些药物 甚至一些环境里面的一些因素 原来都是可以很微妙地影响到 基因本身里面的一些基因的表达 所以其实一代影响下一代 不只是说遗传的基因 那么简单 是另外一些表观基因 是可以受到环境影响 而影响下一代 这个也是间接我们现在研究 母胎血糖过高 为什么可以影响下一代呢 部分就是透过这个表观基因的一个影响 那么说回糖尿病 我们说血糖过高会影响到很多器官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控制这个血糖 怎么可以是可以令到血糖控制得好 而透过这样减低那些器官的损害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治疗糖尿病病人 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不单止是只是降低病人的血糖 我们医生更加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他的器官 等到他们不会演变成为各种不同的糖尿病病 并发症 希望保护他们的眼 保护他们的心脏 保护他们的肾 保护他们的肾 那么所以我们在治疗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一般有几个不同的一个宗旨 我们除了是控制血糖之外 我们就希望避免病发症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病人和我们配合 如果医生只是帮病人开药 你吃这只药 吃那只药 甚至打针 但病人不配合 很多时候都控制不了 因为我们其实都需要病人 是要定时监察他们自己的血糖 那么一会儿都有些例子 尤其是打胰岛素的病人 他们很需要知道 他们其实吃完东西的血糖是怎么样 然后医生是可以配合 用到最适合的药物 才可以控制到血糖 那么我们除了要病人自己去监察他们的血糖 我们俗称督手指 看看血糖是怎么样之外 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指标 包括例如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叫做糖化血红蛋白 或者HbA1c 这个是反映三个月的血糖的水平的 为什么反映到三个月呢 因为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就是在测试我们在血里面的血球上面 黏了多少糖分 所以如果糖分长时间高 这次就会黏在红血球上面 那就会令到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升高 那么我们透过检测这个数字 我们就有办法估计过去三个月的病人的血糖控制 为什么是三个月 因为红血球的寿命大约是三个月 所以我们这个指标就告诉我们 病人可能有时复诊前才很乖 我这几天快点刮手指先来见马医生 他们就立刻戒口 可能那些血糖是会更好 但是血红蛋白就不够时间好 因为要反映过去三个月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更加准确的预测 病人的血糖的平均控制 这个指标和病发症的风险是一条直线的 意思就是这个血红蛋白越高 病发症的风险就越高 除了监察这些指标之外 我们也要定时帮病人去检查病发症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到糖尿会上眼 会影响肾 但是一般来说 直至到器官开始坏 病人之前是没有病征的 糖尿病眼是不会影响到视力 除了去到很后期 去到后期的时候已经太迟 同样肾病 早期是完全没有病征 直至到病人已经是末期肾病 去到那个地步 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做 所以我们是需要帮病人定时做 我们叫做病发症检查 或者病发症西查 这个病发症西查 我们一般建议糖尿患者 大约每年应该做一次 或者最少两年都应该做一次 包括要检查对眼 检查肾 检查对脚 检查对脚 检查心脏 大家想到要检查这么多东西 要每年做 如果有这么多糖尿患者 每次复诊也要做这么多这些检查 那怎样做呢 我稍后也会说 有什么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效率 尽量去做好病发症西查 另外我们因为知道糖尿病 病人容易心脏病 容易中风 所以除了控制血糖之外 我们是要控制好 其他一些我们叫心脑血管病的 一些风险因素 包括除了血糖之外 我们其实也很关注病人的血压 和病人的胆固醇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要关注他的ABC 这个ABC 就不是大家所认识的ABC A是A1C 就是刚才所说的三个月血糖平均值 B就是血压 B就是血压 C就是cholesterol 所以我们糖尿病病人的ABC 很重要就是血糖血压 和胆固醇的控制 最后我也有说过 刚才说 原来母胎血糖高会影响下一代 所以我们也特别关注糖尿病病人的生育健康 因为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 他们尽量要控制好血糖才生育 就可以减低影响下一代的机会 所以糖尿病除了治疗的糖分这么简单 我们其实很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病发症 最常见的 刚才说了 心脏病 肾病 但其实原来有很多其他的病 都跟糖尿病有关 大家可能经常听到骨质疏松 脂肪肝 甚至大家有时可能很担心 如果我用一下脑 我将来会不会痴癌症 或者脑退化 原来这些全部都跟糖尿病有关 我们现在发觉 糖尿病的病人 也是比较容易有精神的问题 包括抑郁症 和刚才说过糖尿病患者 癌症的风险增加 其他传染病 包括肺基核 包括其他牙周病等等 风险都增加 所以糖尿病 不仅影响几个器官这么简单 是影响全身 所以我们照顾糖尿病患者 很多时候要顾及他很多其他不同的问题 糖尿病说了这么多一些不同的病发症 我们怎样可以预防糖尿病 或者怎样可以及早去医治 等到不好病人有病发症 我们才开始工作呢 其实我们知道 糖尿病的进展 其实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 我们知道 其实糖尿病随着我们慢慢开始 年纪开始大 或者我们开始肥胖 我们慢慢开始 胰岛素抗座一路上升 慢慢我们的胰壮功能 就开始应付不离 开始下降的时候 血糖就会开始增高 当血糖高过某个水平 我们一般是用胸腹七度来做一个水平 就是会诊断为糖尿病 有了糖尿病之后 我们那些小血管的病发症 包括眼、肾这些风险 就会开始增加 但除了这个之外 那些大血管 例如心脏 腦部的血管 这个风险 其实在未有糖尿病 当我们慢慢开始肥胖 这个风险已经开始形成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预防糖尿病 我们就真的要 及早去开始工作了 我们就不能等到病人 血糖高 我们才开始说 你现在去尽量做一些东西 去注意饮食、减肥 我们尽量其实是需要知道一些高危的人 如果他本身是高风险 其实他不要等到有糖尿病 才开始注意自己的生活 其实他应该知道自己高危 已经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了 那谁是高危呢? 我们会不会自己也是高危呢? 那我们其实是很容易 我们是有些不同的方法 是可以预测自己是不是高危的 例如呢 如果我们是有直系亲属 例如爸爸妈妈 或者哥哥姐姐 如果有糖尿病 那我们的风险 平均已经是增加大约两至三倍 那另外刚才说过 如果我们是肥胖 尤其是中央肥胖的 大肚腩的 那就是比较高危糖尿病 那另外呢 就是若是40岁以上 或者是有其他长期病患 例如血压高 胆固醇高 或者血脂高 或者是任神糖尿 或者是本身喝过糖水 測试 法国那个喝完糖水的血糖是偏高 我们叫这个血糖内量减低 这些都是属于糖尿病前期的 那刚才说过 有任神糖尿病 就是怀孕时血糖过高 或者生个BB是4公斤以上 这些都是一些糖尿病的高危因素 那所以如果数到大家 有这些风险因素 那就要开始注意自己糖尿病的风险 那应该是需要定时做检查 也都需要一个健康一点的生活习惯 那我们之前做过研究 看到其实呢 如果有每一个风险因素 包括血压高 血脂高 肥胖 大约糖尿病的风险 是高两至三倍的 那有任神糖尿病的人士 那女士呢 他的风险也是增加几倍 那但是当同一个人 他又有家族史 又有任神糖尿 或者他又有家属史 他又有高血压 看到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风险因素 你看到糖尿病的风险 是可以高二十几倍的 那所以其实每一个风险因素 大家都要留意 那也都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程式 是提供给市民呢 其实是可以去运算 计算自己糖尿病的风险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如果有那么多的问题 糖尿病 一个单单血糖高 原来可以影响那么多器官 又有那么多人受影响 那我们身为做研究的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是可以去减低糖尿病的一些祸害 或者是及早预防 或者及早测出一些高风危的人士呢 那其实呢 在全世界有很多不同地方 都有做很多糖尿病的一些研究 那而我们呢 也都在过去十几年 一直是做糖尿病的研究 尤其是呢 我们是致力去尝试 找出一些预测 在中国人和亚洲人 糖尿病病发症的遗传标记 那稍会讲多一点 就是我们想预测 因为每个病人来看医生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哪个在两年后是需要洗肃 或者三年后的心脏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检查他们的基因 其实有方法预测到哪些是高危人士 那我们就在研究方面 就是尝试去做这一样 那我们也是了解 糖尿病的发病 和发病的机制 和刚才说过 因此任性糖尿病 可以影响下一代 我们都一直在研究 这个表观基因的一些标记 有没有办法找出 哪些孕妇的小朋友 他们将来是比较高风险的 是糖尿病的 亦都希望是可以研发一些 新的药物和治疗的方法 所以透过研究局 在过去几年 赞助我们支持的一个项目 叫主题研究计划 我们特别就是用了 我们在中文大学 搜集了超过一万个糖尿病患者 的一些临床的数据 得他们同意他们捐赠了的一些基因 和他们其他的一些血液的样本 我们就做了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研究 我们就包括用了DNA的样本 去做一个全基因的关联研究 去看他整个人体里面DNA 七百多万个不同的点 有哪一个是和糖尿病的病发症有相关 亦都做了一个甲基化的分析 和血里面一些我们叫微小RNA 都是一些血里面 一些很精细的一些信息 我们去尝试找出 这班病人当跟随了十几年之后 我们知道哪个是演变成为肾病 或者哪个是有心脏病 我们追溯它十几年前的血液的样本 我们有没有办法是找出有什么在血液里面 是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将来的风险是会增加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研究 亦都是将这几个不同的数据 是摆在一起做了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一个跨基因学的综合分析 那便找出一些不同的一些生化的指标 和一些生化的途径 是给我们一些新的方法 是可以研发一些新的药物 去预防糖尿病的病发症 也都透过这个项目 我们和其他香港多个中心的糖尿病 就搜集了一个超过二万人的糖尿病生物库 也都用这些不同的标本 就可以帮我们去证实 我们之前找出的一些基因标记 是确实在预防和预测 和糖尿病病发症方面是有用的 也都这个研究项目 涉及我们和很多海外专家的合作 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庞大的项目 我今天只选一两个例子 我们研究的结果 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们是如何透过研究 帮到我们的糖尿患者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透过用了几千个糖尿患者 跟进了他们一段时间 知道哪些人高风险是肾病 我们就找出一些不同的基因标记 是帮我们认定一些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用几十个这些的标记 我们帮这批病人 如果是去做这个基因测试 我们其实可以分到一批我们叫低风险的病人 中等风险病人和高风险的病人 而其中如果高风险的病人比低风险 在接着那十几年 他们已经变成为末期神病的风险 是差五倍的 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厌血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认出将来是有五倍风险 已经变成为末期神病的病患者 所以就可以帮我们尽早预测到 在我们见到那么多病人里面 哪些是最高危 哪些是需要及早是要控制好他们的治疗的目标 包括血糖 血压 和胆固醇 减低他们的尿蛋白 和减低其他神病的风险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用这些生化指标 可以帮我们认出一些高风险的病人 让我们可以更加有效 医生可以治疗和预防 他们演变成为病发症 但除了做这些基因的序列 让我们更加了解病人的疾病风险 其实我们越来越了解到 原来这些基因的数据 帮到我们认定病人 有不同的基因的表达和表形 其实这个会影响到病人的诊断治疗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些基因的指标 其实可以帮我们认出一些不同的糖尿病的分类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用这些基因的数据 将糖尿病的患者 再不像以前分三类 我们可能分到更多类 分到更多类 在我们的治疗方面 是更加可以选择 可以个人化一点点 不同的病人可能有不同的需要 对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可以预测哪些病人 例如需要早点用胰脏素 他的胰脏功能会下退得快些 我们这些基因数据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治疗病人 所以传统 我们其实西医很多时候治疗 无论是心脏病 糖尿病 甚至是很多其他疾病 我们每个病人 都是用一式一样的指标去治疗 很多时候都是跟一个指引 就是这种药不行 我们就用下种药 这种药都不行 我们就用第三种药 我们可能就叫病人打胰岛素 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往往这些指标或指引 都是说所有病人都是这样医的 但是和中医的理念很不同 中医就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 每个人可能收拾药都是不同 但其实现在西医开始 慢慢都演变成为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要精准治疗 就是每一个病人 你不只是千篇一律这样治疗 你要真的选择适合的病人 你就要分到病人里面 其实是有各个不同的特性 分到各个不同的特性 你就可以因应它的特性 去选择适合的药物 所以我们现在做到的 就是用这些基因的资料 这些指标 可以帮我们分出病人病发症的风险 它的疑状功能下退的风险 我们就可以更加准确地选择适合的药物 去治疗病人 在治疗方面又如何呢 其实不同的药物 我们现在是有很大的发展 在过去20年 因为有这么多糖尿患者 也有很多的研究做了 去想研发或者去了解 多一些关于糖尿病的发病 所以以往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 就是糖尿就是一个血糖 育脑素的分泌和育脑素抗座的一个平衡 当育脑素分泌不足够 控制不到育脑素抗座的情况 就会高血糖 所以以往的治疗 往往就是要是刺激胰状分泌多些育脑素 要不是就用育脑素代替育脑的分泌 病人就打针了 要不是就有一两只口服药物 可以增加育脑素 减低育脑素抗座 令到育脑素功能可以好些 所以有的药物只有两三只 但是过去十几年 因为糖尿病患者愈愈多 其实我们对糖尿病的发病了解多很多 我们知道原来的肾脏会影响血糖 我们知道原来刚才吃东西 不只是胰臟是很努力地做东西 原来育脑 当你吸收了那么多能量的时候 它会分泌一种荷尔蒙叫GLP-1 它也可以刺激胰臟分泌育脑素 所以育脑原来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所以我们知道有那么多不同的器官 都影响血糖的时候 就研发了很多不同的新的药物 去影响肾 影响肠道 以及影响其他的器官 而是可以用来控制血糖 所以现在坊间可以用的糖尿药物 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 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说不同药物的利弊 但是我主要想带出的信息 就是我们现在多了很多的治疗 也在糖尿病方面 是为病人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最新的糖尿药物 刚才说过糖尿病的病征是什么 小便里面多糖分 为什么小便里面会有糖分呢 因为正常人我们吃了东西 血糖高 其实我们就算有小便 在腎里排入腎小球 腎小球其实是很有效地吸收糖分 我们平均每天大约有162克的糖分 是透过腎小球排出来的 但是大部分9乘9 全部吸收到血液里面 所以如果是正常人 糖分是不高 而且小便里面是没有糖分的 是糖尿病的病人才会因为血糖太高 这个吸收的功能应付不了 所以小便里面才会有糖分 但是最新的药物 他们知道因为腎可以控制血糖 有药物令到腎吸收糖的功能可以减低 令到糖可以由小便排出体外 差不多可以形成糖尿病 就算一个人血糖不太高 因为他没有办法吸收这些糖分 让小便排出体外 这个就是透过小便排出糖分 令到血液里面的糖分可以降低 所以吃了这类药物的病人 小便排出糖分 由本来吸收的大约有一半的糖分 是会排出出来 也透过这个功效 其实是减低了血液里面的糖分 也发觉是很有效地控制到血糖之余 也原来是可以减低腎病和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现在很多新的治疗都会应用到这些比较新类的药物 也是透过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 而研发出来的一些新的药物 但是有时用口服药是控制不了的 大家可能有时都听到糖尿病病 可能要打针的 因为当口服药最终的功效达不到的时候 病人最终就是要打针 打胰岛素 直接用人造的胰岛素去代替胰狀分泌出来的胰岛素 而怎样去打呢? 很多时候病人都需要定时去监察血糖 知道吃饭前血糖多少度 然后去调教打多少度胰岛素 所以病人很多时候 尤其是打胰岛素的病人 经常要刺手指 经常要帮自己检查血糖 每次刺手指 虽然不是很痛 但也有点不舒服 都是有点痛 所以病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经常要刺手指 看着血糖 医生就会开胰岛素 包括可能一天开两针 可能早餐和晚餐前 开我们叫中校的胰岛素 或者是三餐 早餐、午餐、晚餐前 都打一些我们叫短校胰岛素 功能是可能几个小时 主要是应付 然后饭后血糖飙升的情况 然后一天再打一次我们叫长校胰岛素 就好像代替我们本身胰岛 好像一个引擎慢慢一路开着 但是突然间要吃东西 就会踩着油 等到可以分泌很多胰岛素 打这个四针、三针、短针、一针、长针 就可以代替这个 或者尽量去接近一个正常胰岛的分泌 但是要经常打手指 对病人要求很高 又会有时候有点痛 科学家就要想一些方法 如何可以帮病人 可以经常监察到血糖 但是又不用经常打手指 这个其中是一个 这几年前 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有一个我们现在叫动态连续血糖监察 就是有不同的科学家 研发了一个好像八达通的一个贴 你安装在手上 它有一支幼的针 拿出来之后 就有一条很幼的胶管在皮下 它就会感应到不是血 它会感应到我们在皮下的一些组织里面 那个糖分是多少 这个和血里面的糖 那个数字是很相近的 所以透过这个 当你放一架机在旁边的时候 它用Bluetooth的原理 它可以去测试那一刻的血糖是多少 这个可以一大大两个星期 当时病人的血糖其实上上落落 过去两个星期的血糖 是完全可以测试到 亦都其实可以预测到 它大约这三个月 如果天天的血糖都大约是这样的水平 平均它的血糖三个月的平均值 大约会是多少 所以这个对病人来说 尤其是打针的 就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不需要整天刺自己 它安装了一次之后 那两个星期之后 它随时掃一掃 它就知道自己的血糖是多少 所以对提升病人的监察 因为很多时候病人 我们叫他 你多点手指 让我们可以帮你教育 他说很痛 很难 或者我不记得 我很忙 我在工作 我吃饭之后 我想看电视 很多不同的借口 但是有了这个仪器 就能帮助我们的糖尿患者 另外 按了那么多手指 又要写下那个数字 也是很复杂的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到患者呢 这个是我们医院一些同事 医工局的同事 他们研发了的一个手机程式 这个也可以免费下载 其实除了有一些血糖日记 有一些关于糖尿病的基本知识 那也都是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显示病人的血糖 包括餐前餐后 不同时间的手指的记录 他们有一个日记 可以记录血糖 那也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一些数据或者图表 是显示他们过去几个月的血糖 控制得好 不好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帮病人 是更加容易去管理他们的血糖 但是更加新的就是现在 因为大家想到 如果要经常打针 那又要经常刺自己 如果要经常刺手指 又要经常刺 那有什么方法 可以透过把这两样数字 是可以聘合了 用血糖的数字 来告诉我们应该用多少胰岛素 那可不可以做到一个人工的胰狀 或者人工的胰线呢 那这个也是去年 终于再不是天方夜谭 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 就是可以研发到 透过一个血糖机 他们可以在皮下监察到血糖 像我刚才的例子 那也都透过一个泵 是可以不停地调校 每分钟注射多少胰岛素 入体内 那也都透过这个蓝牙 他将这三样东西是连结了 那其实是有一个人工疑线 就是说可以透过定时检查到血糖 而这个数字 透过一个程式 是可以电脑运算了 应该每分钟给多少胰岛素呢 那病人可以呢 是可以不用睹那么多手指 而是有定时有胰岛素的一个注射 而用来控制血糖 而更加可能前胃 或者更加是可能更加複雜一点 就是大家想到 如果是胰狀那么重要 胰线那么重要 分泌胰岛素那么重要 有没有方法我都可以代替了胰狀的功能呢 那么现在也是有一些钢细胞的一些疗法呢 是开始研发中 怎样将一些普通的钢细胞呢 慢慢是用不同的方法呢 令到它变为一个异线 一个我们叫BetaCell 就是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呢 而可以大规模地复制的话呢 就希望可以值次帮到糖尿的患者 这个也是开始有曙光 是成为一个将来我们认为是可以帮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方法 最后呢 刚才说到这么多糖尿病患者 这么多人又要验眼又要验肾 那怎么做呢 其中也有一些方法 现在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眼底 一个没有糖尿病患者 眼底看到是很清楚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前期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病变 你看到很多地方开始出血 开始地方有些渗透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帮病人验眼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的 但是这个验眼的过程是虚实的 所以现在呢 也都是有些研发了 是一些用一些数据 用一些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方法 有一些手提的一些照相机 如果帮病人可以在就算在郊区 帮他们用手提电话 或者用不同的相机拍了一对眼 接着可以用电脑帮他们分析 这对眼其实是像这样的情况 有糖尿眼 但是像一个正常的眼 就可以筛选一些有糖尿眼的一些病人去接受治疗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科技 现在帮到我们去照顾糖尿病 或者想到一些新的方案 去选出一些高风险的患者 这个都是一些科学上的一些进展 而帮到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最后我们如何预防糖尿病 刚才说过 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 其实是有一个前期 我们也知道糖尿病慢慢 如果控制得不好 就会越来越高的血糖 也会影响到其他器官 所以我们知道 预防胜于治疗 如果我们越早可以预防糖尿病的话 那就最好了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方法预防糖尿病 除了健康饮食之外 另外控制体重 定时做带氧的运动 以及减低一些对其他糖尿风险增加的 例如吃烟等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预防糖尿病的 健康的饮食 大家可能在不同场合都听过 其实我们知道 除了要尽量吃一些小油小盐小糖的食物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多吃一些蔬果 尽量不要吃太多的肉类 以及这些淀粉质 都应该有一个平衡的素质 一个素质 以及要定时有足够的饮料 尤其是水分 我们建议每天应该做30分钟的带氧运动 最好一个星期做到三至五次 这也是可以减低糖尿病的风险 但是这些可能大家觉得很难 我怎样抽那么多时间 但其实一个健康的习惯 很多时候是积小成多的 是小小的改变 慢慢积传起来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得益 因为其实原来我们 营养师帮我们计过 如果每天我们吃少两茶匙的糖 每天其实大约是减少40卡路里 其实以一年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也都你说 我每天喝少一罐汽水 其实也是减低150卡路里左右 也都相对来说 一年是差不多五万多卡路里 那个分别其实是可以积小成多 所以一个健康的习惯 慢慢是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帮助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其实之前参与过其中一些 减低儿童肥胖的一些工作 我们开始也都除了在现时 整天鼓吹一定要有健康的饮食 学童是需要有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 定时有运动 不要只是对着课本做功课 我们都整天是要注意体重 还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尽量不要有太多的东西 例如一些即食的食物 糖果 尽量在学校的环境 其他都是减少汽水的贩卖等等 其中另外我们都重要的 就是提升小朋友做的一些运动 还有也都要注意妈妈的健康 希望尽量减低 例如妈妈怀孕时过重 或者任神糖尿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 这些都是影响将来儿童肥胖的一些风险 其实概括来说 我们现在在香港糖尿病的治疗是怎样呢 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在香港 三十多万在公营机构里面 过去糖尿病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的一个回顾 其实看到在过去这十年 随着相比2000到2003年黑色线的糖尿病患者 其实过去这几年的患者 因为有治疗上的改善 药物上的改善 蓝色这条线你看到 这个糖化血红素相比比以前是降低了 也都在之后糖尿病治疗的过程 虽然慢慢都会上升 但是相比以前已经是一个改善 我们也都开始见到糖尿病的发病率 是开始有减低的迹象 无论是观心病 神衰竭 和死亡率 其实都有开始改善 但是其实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 因为糖尿病的祸害还是很大很大 所以我们未来的工作是希望 是希望除了是用这些新的技术 可以帮到糖尿病患者之外 找到一些新的方法 是可以尽早预测一些高危的病发症 以及也都希望这些不同 找出来的基因是帮我们研发到一些新的药物 去治疗糖尿病患者 这些后果的 良好的糖尿病控制 是可以有效地降低病发症的风险 有很多不同的药物 现在都可以帮我们 帮病人控制好血糖 但是最佳的糖尿病治疗 除了控制血糖之外 是定时需要做病发症的西查 以及也需要透过多方面的合作 才可以控制糖尿 我们平时的工作 除了是自己之外 我们和糖尿护士 和营养师都有很多的合作 也都希望透过不同科技的发展 可以帮助减低糖尿病带来的祸害 给我们更多的方法治疗糖尿病 最后我想趁这个机会 多谢研知局的主题研究项目 研究计划 以及其他一些赞助的机构 在过去几年之前 我们在糖尿病方面做的各种研究 我们有团队 包括我们自己的糖尿医生之外 我们有很多糖尿的护士 营养师 研究的护士 以及我们有很多研究员 学生等等 亦都在过去几年 有很多不同的专家 是一些临床的医生 亦都有很多是一些 做基础研究的同事 我们是一路合作 去在糖尿病和糖尿病病发症方面 去做各方面的研究 最后就多谢大家 我亦都很乐意 回答大家一些相关糖尿病的问题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